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五月24日星期三的优优利市场 今早又是我和阿涂一起主持节目 早安 阿涂 先看一些国际新闻 我们知道昨天美国推出了新预算案 一百年就是美国预算提案 樂觀地預期這個預算案有望在未來十年 縮減政府開支達到3.6萬億 當中有些甚麼重點呢 就是會大幅削減醫療寶座和食物寶座等等 還有特朗普就預期這個新預算案的背景下 即未來美國的經濟擴張期達到222個月 222個月應該下台很久 不過這份預算案有很多批評 包括美國的前財長薩密斯 他說特朗普這份預算案 犯了連大學生都不會犯的經濟計算錯誤 想聽聽奧陶對於特朗普這麼樂觀的看法 你自己是否這麼樂觀 我想大家應該要知道 終於開始會見到特朗普在競選之前 以前所說的很多說自己那種方法 可以改善美國經濟 令到美國重新強大 但你現在看回似乎… 沒甚麼殺手架 例如昨天有關今年的財政年度預算案 大家也看到原來他真的沒甚麼板斧 即是以往我們看到他經常說 我會如何將稅收降低 令到所有製造業回來 所有美國人會重新再找工作 製造業或一些以往你見到的昔日繁榮 我們可以重新在美國現在再見得回 而且大家一定要知道 其實我們亦看到今次突然之間 特朗普會當選 我想大程度上大家都會覺得 原來是美國的選民有這樣的取向 因為他很冷門 但現在越來越見得多 一來你見到很多人反口 例如你見到很好笑 你見到他跟中國那邊吵鬧到好 到今次他第一個外訪更加荒謬 你明明是最不喜歡的 你經常說你要反伊斯蘭 當然他沒有直接說 但結果你見到今次他訪問沙特一伯 沙特一伯找了二十多個 全部都是伊斯蘭各國家的領導人 跟他聊天 是否又代表這兩件事 你看到在外交上已經發覺改變後 現在到內政方面 你會發現原來他沒有實際上比較 比大家更好的行商方法 去經營到美國政府這盤大生意 而且你會發現現在有很多議員 近來他有很多內政上出現了很多危機 但我覺得今次這個預算案 大家要仔細去看幾件事 原來他仍只能做到在賣資產 所謂節省一些他覺得不必要的開支 而他用回他自己覺得必要的開支 但以現在的狀況 你見到他一出已經有很多資深的議員批評 即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他能否通過 以及這份預算案是否真的行得通 都可能會有很多這些問題 大家要注意 尤其是他要賣戰略石油 尤其是他要賣戰略石油 我今次看到新聞 他說他未來會賣50%的戰略石油 其實大家應該要知道 其實在現在這個環境下 美國是否還要存那麼多戰略石油 這是其中一個應該這樣做 因為其實大家要知道 現在美國也產油 一來其實美國現在有這樣的技術 真的有戰爭才奔上來都趕得及 如果這樣的話 就沒有必要繼續做這些工作 因為以往其實大家要知道 其實美國只是說有石油出口禁令 其實美國一直都是一個相當多 千言之餘工的國家 你看到很多電視新聞片段 都看到那些所謂的請陀從來從去 其實他一直都有很多 不過只是說很多都是個別開 就不會像現在有業癌器 而拉低了所謂的成本 但今次大家要注意到 如果是這樣的賣法 而他又是質重於將某些他認為 總之是前朝做的一些主要的政策 他都要去改 而不是你不見到他有甚麼特別 而是認為這樣做 就會帶領了一個新的路向出來 所以我覺得今次的確是大家 真的有些要求分 他說他賣50%戰略石油是否套現 和你所說 其實之前你也說到他葉岩油 其實都已經很充足 未必要再全面依靠石油提供 因為大家要知道戰略石油 要找地方擺 其實也有某程度麻煩 幸好美國有某些岩洞 或是比較天然 那些儲存會節省工夫 但實際上現在美國不會再 像以往二戰所出現的問題 即使打了幾次戰爭 也不見到他有甚麼 其實一早應該賣掉 不過如果要靠賣這些東西 而去做你今年的預算 是否代表現在這套路 代表可以令美國再偉大 我覺得大家一定會有 如果沒有獨佈單方 他一邊賣產 賣下賣下賣下 因為你真的想不通幾個 現在其實大家要知道 原來特朗普上台 對著現在美國的開支嚴重過大 對外方面有很多援助 再加上現在你的經濟 其實也不是見得特別好的話 就算你放甚麼人上去都會死 即是不會 你不可以說別人做壞了些甚麼 說到那個預算案 另外一個跟政府花費很相關 就是未來美聯儲會公佈 5月的FOMC會議紀錄 當中亦有一個焦點 會否更具體說到縮表問題 未來6月會議息 想問Otto 這兩個重大的會議和消息 會有甚麼結果 第一件事大家要注意 明天公佈 今晚凌晨公佈議息會議紀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其實他有沒有告訴大家 他有加息時間表是怎樣 因為其實你見到 議論不明確地說 兩次或三次 但由於三月再加了之後 大家都會預計他應該還有三次加 所以下個月加息的機會相對較高 不過大家應該開始察覺到 包括美國股市 美金都似乎給大家顯著的表現 似乎現在美國經濟在加息之後 尤其是突然之下 你見到好像有些負面的感覺 為甚麼 現在你看看美國就業數據 即失業率已到4.4 如果大家知道 現在4.4的失業率差不多等於日本的長期 失業率的維持水平 即是現在美國不是因為工人沒有公開 而令到經濟轉差 而是有其他因素 甚至原來你根本已經進入低經濟增長模式 當你加息加到去蠶食到你現在的經濟增長 因為你見到現在的利率已經上到整數 但你發覺第一季的GDP是0.7 即是現在的息口更高 如果你計算數 你又知道國債這麼嚴重 即是你這一利息已經加了 就會令到你現在的經濟增長等於沒有了大半 所以大家就會知道 現在似乎美國沒有一個可以說 以往我們覺得有一個領先比別人不同 即是以往你會說到互聯網 你是在領先其他所謂工業國的一種新制度模式 甚至乎所謂金融領域 你亦都是全世界的 但只說商品每天都輸給你 但金融領域是全部拋離 但現在你發覺連那部分都見不到 有一個很明顯的所謂增長動力 而迫到真的有通脹產生 因為現在發現原來以往我們習慣 加息是用來做甚麼 是益壓通脹 現在你發覺加息是等通脹 有時有某些基本的經濟學原理 我們不可以違背 根本見不到有些現象 為何我們剛才所說 為何要說六月後加息 還會否加三次呢 其實大家老實說 很懷疑 其實數字是這樣計算的 說完秘密給大家聽也不怕 其實大家也知道 你是耶倫都會這樣做 因為你會知道量化寬鬆是用兩年期 而你發覺你停了量化寬鬆 又是隔了兩年後 你發覺歐洲央行都是用兩年作為他們加息 其實耶倫心裏的數字是說 當我拉到那麼長時間加息 兩年後加息應該歐洲會縮 應該也會停止 那他便在盡量化寬鬆 但大家估不到 歐洲會否縮 就好像剛看最近有個歐元區的PMI 剛剛升到六個月的新高 其實歐洲很有趣 好像意大利大選結束後 好像甚麼問題都解決了 其實歐洲經濟是否真的看好呢 一件事大家要知道 就是現在量化寬鬆是發生著 而且一直都是歐洲因為低增長 跟美國一樣經濟狀況 但之前有太多政治干擾 其實你投資下去 那當然是動的市場 而且它不是要求得高 大家要知道 其實之前有很多因為歐洲的不動危機 導致很多基金遷離了 即搬走了 加上歐珠五角 導致很多人說 我扔錢到歐洲 你會不還 令很多基金會熟回甚至拿走 其實現在你會發覺 要補回飛進去 其實已經可以有很多 你看到歐元會重新再上來 其實很多大家要知道 這些錢會放進去 等於很多所謂退休基金 現在全世界都是這樣 走來走去 所以其實歐洲那份 只要它穩定 其實會有現象 所以大家要知道 其實兩年前 經濟應該要轉好 不過沒有辦法 在比較之下 讓美國參加 現在遲了少少 看看接下來會否繼續改善 講完歐美消息 我們又講關於國內的相關資訊 評級機構目的 調低人民幣的評級 從AA3下調至A1 可能觀眾未必知道 都是A而已 是否真的相差很遠 是最低的 在A1第一反映之前 A1很低 但另一件事比較有趣 就是展望由負面上調至穩定 一定是這樣的 他認為現在差了 即是最差 展望沒有理由更差 所以他現在告訴你會穩定 不過問題是 其實他今次是貨幣 是對人民幣 我覺得要仔細了解 為何他會這樣做 當然 其實一件事也要這樣說 其實大家會知道 很多事情 在中國是有啞仔食王年 大家要知道 其實本來很早五年前 他應該要開放金融 甚至人民幣 要自由兌換 但為何他反後 因為08年金融海嘯之後 IMF沒有順應地把他的份額加大 另外WTO也沒有在他加入15年後 給市場經濟地位 即是我仍然不屬於正常經濟 所以他將某些 再加上金融穩定 對他來說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發覺他自己也拖慢了 所以你見到今次穆迪 是否要特意給他一個這樣的警號 以及國內突然間 將今年的經濟增長調低 是否有很多深化調整他需要做到 我想這件事也是由穆迪 因此這個評級 應該對大家知道 看多一點這個報告 穆迪預計中國政府直接債務 在GDP中的比例 會由100年前將逐漸攀升至40% 2020年攀升至45% 即是債務對GDP的比例 另外他亦預計中國經濟槓桿 將會未來幾年進一步增加 在未來五年間 降至近5%的水平單 仍會高於其他主權國家 這兩個評論 其實都是我們平時說的 一些中國的問題 可以說莫迪今次的報告 都是意料之內 其實你給面子 因為大家知道 房地產一上來 那些東西就一定集回你銀行 看看你覺得那些是資賊還是負債 沒錯 今天稍後會否有些特別的數據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星期三 剛才說過 今天我們凌晨時分 美聯儲都會公開上個月的會議紀錄 蓋擾 另外星期五 大家要留意美國的GDP 究竟會否向上修定 因為第一季已經是0.7 其實大家會知道 如果再加息 現在真的有些東西 因為你剛才也說 一個是0.7 一個是1% 那你還要加 沒有的 經濟增長 大家要留意這些數據的表現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和大家呼籲一下 如果對我們節目有興趣 可以上YouTube 訂閱我們Sky Finance Channel 另外亦可以去Facebook 給個讚讚我們 多謝大家收看 下個交易日 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收看 拜拜